自从亚运会结束之后,全红蝉和陈运希这些跳水运动员一直没有太多的消息,很多粉丝都期待着他们新的赛事,期待他们两人能够再度同台竞技。 最近根据媒体的报道,11月22号,全红蝉两人终于迎来新的比赛消息。 据了解,从11月22号开始,全国跳水锦标赛季巴黎奥运会选拔赛以及多哈市锦赛的选拔赛将会在武汉进行。 从22号开始,超过100名队员将会参与比赛的角逐。 当然,在这么多的选手中,全红蝉以及陈运希这两位选手的竞争自然最备受大家的关注。 在之前亚运会的比赛中,这两位天才选手参加了两个项目的争夺,最终全红蝉拿到两块金牌,而陈运希则是非常遗憾在单人项目中输给红姐,只拿到一块双人的金牌。 因此,到了本次全国大赛。 对于陈运希来说肯定要报亚运一箭之仇,争取拿到两块金牌,对于全红蝉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按照日程的安排,在11月22号下午2点钟会进行女人十米单人跳台的预赛,在晚上8点20分将会进行女子单人跳台的决赛。 而在26号晚上19点40分,则会进行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 如此看来意味着,今天晚上在女子单人项目十米台的比赛中,将会角逐出第一块金牌。 到底是全红蝉还是陈运希能够笑到最后,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另外考虑到这次的比赛时间对比此前亚运会有所出入,到时候CCTV5会及时更新直播的时间计划,各位粉丝一定不要错过比赛时间,及时收看这两位选手非常精彩的表现。 当然对于这两位选手来说,这次比赛不仅仅是为了拿一块金牌,更重要的是为了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做好准备,为自己拿到门票做最后的努力。 另外一方面,还要针对前段时间亚运会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修正,为明年巴黎奥运会做好冲刺。 总而言之,这一次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是检验成绩的阶段,希望这两位选手好好加油,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当然,不管最终是他们其中哪一位选手夺得冠军,都应该给他们送上祝福。 毕竟,不管是全红蝉还是陈玉熙,这两位选手在背后都付出很多的努力和汗水,红姐出身寒门能够走到这个位置不容易。 陈玉熙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但是还能吃这么多的苦头不断为国争光,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同样非常不简单。 这两位选手都值得尊敬,期待他们通过不断的良性竞争突破自我,取得更好的成绩。